来 请继续派人出战 欢迎两位 都是第一次出战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金智市 第一实验小学的刘依可 我这脆的呀 平时性子就这样吗 嗯 你平时有时间能看电视吗 家长让你 看吗 喜欢看新闻 看新闻 嗯 一般几点看新闻 七点钟新闻联播 哎呦 这个 守着看 哎哎哎 都能从里边看到点什么呢 你觉得 我就是觉得国家政策 我就比较喜欢 哎好 从小养中这样的习惯 特别好 关系国家大学 好 保持住啊 好习惯 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赵楚明 来自广东省东莞市 南城中心小学 嗯 他平时爱看新闻 你爱看点什么呢 我爱看西游记 看西游记 最喜欢孙悟空呗 谁也不喜欢 嗯 这比较另类 喜欢西游记什么呢 西游记有一个特点 有背景的妖怪都 都被菩萨的佛祖收走了 没背景的都被孙悟空给打死了 孩子你知道的太多了 知道太多了 哈哈哈哈 真情世故 你折磨得很细啊 对对对对对 他说到一个西游记 我倒是觉得 呃里边 就是大家都说有妖精 有背景的妖精都被 都活了 都收走了 背景的然后都死了 也不一定全都是 有特别的 你比如说那个蜈蚣精 没有背景 但是被皮兰婆收走了 那你比如说一开始 那个黑熊精也没背景 然后被观音大师 也给收走了 所以这个不全是这样 好 两位 目前比分是一比零 我们的广东队 暂时领先于吉林代表队 米古灵溪请出第一题 接下来这道题啊 我可是动了脑子的 听好 发酵 发酵的意思是 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分解成比较简单的物质 发面 酿酒等 都是发酵的应用 多用来比喻 事物受外力影响 发生某种发展变化 发酵 太好了 馒头啊 对不对 又到吃上面了 馒头 馒头白了多好啊 黄了就是减大了 懂不懂 我有的人爱吃减大的 懂不懂 减大的味道 还是可以 一旦遇到和食物有关 它就出不来了 确定是美食节目 对 发酵还能吃酸奶 对不对 买酸奶鸡 把牛奶先熬一宿 到里面了 发酵一宿 煮到这酸奶了对不对 放点水果 对不对 双方都提交了 老师们请判定 双方回答正确 双方回答正确 两位都答对了 林溪请出下一题 这都能被你们答对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 搭讪 搭讪指的是 为了跟人接近 或把尴尬的局面敷衍过去 而照话说 这是胡伯最爱干的事啊 好几年都不这么干了 原来经常搭讪 搭讪 这就是认识交个朋友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觉得工作那么忙 对对对 都提交了是吗 都提交了啊 来 老师们请判定 双方回答正确 两位 请听林溪出下一题 难度加大 难度加大 下一个词 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的意思是 趁着天还没下雨 先修缮房屋门窗 比喻事先做好准备 未雨绸缪 这个词说的就是咱们节目 是吗 怎么讲怎么讲 怎么讲 大家提笔都会忘这个字嘛 但咱们这个节目就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记起这些我们经常会忘记的字 是 所以这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嘛 只要你每周四守住咱们的节目 以后就难不倒你了 对 未雨绸缪 双方都提交了答案 老师们请判定 双方答题正确 这个词是很常用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经常把这两个字写错了 绸缪呢 它的意思也比较多 但是都是跟缠绕有关系 那么缠绕让它牢固 是为了修补 那么如果说两个人的关系缠绕在一起 那是缠绵 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它有很多意思 在这个地方未雨绸缪指的是修补 谢谢老师 两位一起来听灵溪出下一题 这都能被你们答对啊 嗯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吧 手刹 手刹的意思是汽车等用手操作的制动器 手刹 手刹 那不就是个闸吗对不对 手刹 手刹 对不对 手刹 骑三轮也有手刹 但是前面那个棍 这考他们 他们还不能考驾照呢 对 手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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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们请判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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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该出什么了 有了 款曲 款曲的意思是殷勤应酬 也指钟情 殷勤诚挚的心意 款曲 殷勤 就让我那点不被人知偷偷摸摸那种感觉 殷勤 不是有个词叫暗通款曲吗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感觉偷偷摸摸的呀 勾勾搭搭的呀 这种的 你形容那个稍稍有点暧昧的感觉 我觉得 对就是有点暧昧的那种状态 是 款曲 就乱乱说这个词好像有点暧昧的那种感觉 这个理解对吗 应该没有这个意思 对 你错了 我的感觉错了 感觉不对 要看一个镜 如果前面说是暗通的话 那确实是有暧昧的关系 暗通就有了 对 单独说互通款曲 那就不是暧昧的关系了 还是要看前面是什么字 对对对 款中在什么环境 我现在有点感觉快发工资了 不知道为什么 来一个行了 时间到 老师们 请判定 抱歉 双方都没答对 看出来平时经常陪爸爸妈妈去干点什么 暴露了 很可惜 两位都是把曲给写错了 没想到 这个款曲是个固定搭配 很多解释 重在解释这个款 因为款它是有这个诚恳的意思 所以呢它是表示 是心中的感情 是钟情 诚恳的感情 所以互通 款曲 就是表示互相之间 去沟通这个感情 然后刚才说的暗通款曲 那就是刚才说的有点暧昧 偷偷摸摸的去沟通这个感情 嗯 谢谢老师 接下来 我们请灵溪为他们俩出第六题 哈哈 好玩好玩 下一个 听着 倒打一耙 倒打一耙 比喻不仅拒绝对方的指责 反而指责对方 这个词啊 多含贬义 倒打一耙 就好比反过来我咬你一口 对对对 举个例子吧 我抓着一个小偷 我给他送到 送到警察局了 我说他是小偷 他说我是小偷 警察一翻我兜 钱包在我兜里面了 倒打一耙 倒打一耙 好 两位都已提交答案 老师们 请判定 双方正确 这个你还看西游有优势啊 毫无问题是吧 里面比较常出现的一款冰刃 他幸亏没仔细看西游记 西游记里边那个耙 大部分都是写成金字旁那个耙 咱们现在呢 一般来说咱们用这个耙 所以他应该是没怎么认真看原文 他应该看的是电视连续期 是吗 我看的是原版 原版 这个耙是偏旁的 是跟这个材料有关系 金属的那就容易写成金字旁 如果是木质的 或者是竹质的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耙 修记的原文是金字旁的耙 古代真的是有青铜耙 所以古代的金啊 这就是青铜的意思 青铜合金啊 不过后来也代表所有的金属 当然铁耙也算进去了 好 第六题上两位都回答正确了 灵溪 请给他们出第七题 没想到上一道题你们都答对了 看来我得换一个方向进攻了 听好 欲值 欲值又叫灵界值 是指一个效应能够产生的最低值 或者最高值 这个词啊 就不属于文学了 它属于科学 一提到科学呢 那就到我的领域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啊 我不能多说 多说呢 等于告诉你了 所以说呢 你们好好写 这个没说出来是不是 对就是白时候了 对不对 不是我是怕泄露答案嘛 也对也对 咱不能个人答案 公平公正公开嘛 对不对 我的领域科学 请问欲是什么意思 不能单独给解释 我们只能给这个词的解释 灵界值 指一个效应能够产生的最低值 或最高值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能产生一个校正动作的最小输入值 刺激引起应激组织反应的最低值 还真蛮科学的 听着 预值 预值 时间到 老师们 请判定 右美人答对 我刚才觉得那个天天说得挺好 不过最后一句话有点问题 我不能多说 多说就露馅了 应该是这样吧 不是我 不懂 他来说的就是不对 这是预值 这好人在华人家上班 这个预值呢在小区里上班 对不对 这个预值的预真的不好写 不过它就是类似国门 以前的国家的国在古字里是有写货 没错 外面加一个门 国门就是一个边境的意思 所以你看看这是门槛 就是一个门槛字 对 谢谢老师 两位继续来听下一题吧 哎呀 太难了是吧 没事 听好了 风光以你 风光以你 形容景色柔和美好 风光美丽动人 风光以你 这就是绚烂的文言 文言版 就是夸风光漂亮呗 对 这个我很懂啊 因为呢文学方面我确实 很有造诣 就是特别漂亮了 这个 这个词你肯定是不会写 风光以你 能感染成的 一定是可以写的 原谅 是需要看 韩国的ő尼 武道 今集门 像是二十秒的 一会儿 就是想要 还是五十秒的 那一会儿 男生 提问到 他寻找那些 还有二十秒 一会儿可以写一个感觉最像 时间到 老师们请判定 我刚才觉得这个男队很可惜 他大概知道那个是代表棋子的意思 古代的棋子在挥动 所以这风光以你感觉上是一个动态的 好像棋子在飘动很流畅很漂亮 但是他那个差一点那个身符 没有表现出来 那个椅子的椅 椅靠的椅 所以有那个棋子的身符 他忘记了 所以很可惜 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字 会永远记住 目前场上比分 广东代表盾2比0流线 在那边 都不会水到火所以